美国真的没说不允许中国超越吗 他拜登到底是不想还是不行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刘小飞 根据中国著名的媒体环球时报报道 拜登在3月26号记者发布会上说了 有一句话是绝不允许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头号强国 那么这个消息一出来 全国人民都非常愤怒 你凭什么不允许 你有什么资格 然后外交部也做出了强烈的一个反应 但是反应之后 很快我们看到有个公众号出来说明了 说这个事情是翻译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说拜登的原话不是不允许中国超越美国 而是拜登说 我不批评中国这一目标 不过在我任期内 中国不会实现这一目标 因为美国也在继续发展壮大 这个公众号的解释是什么呢 说美国没有这个恶意 只是要发展自己 在短期之间里中国超不过我 其实我们也要承认一点 公众号指责的东西有部分的道理 因为一个错误的翻译 有可能会严重的误导舆论和决策 而且他也说到了一个例子 就是冷战时间的有一种翻译错误 有的时候会引起双方的高度紧张误判 甚至曾经导致过核战争 这个翻译上的问题确确实实是需要解决 外交工作也需要严谨 如果不严谨存在了误导性 那肯定是不好 因为弄不好都是战争风险了 但是我们要想到一点 拜登的原文和他真实的想法就一致吗 他没说不允许中国超越 难道他嘴上不说 心里就真的允许啊 拜登说的是 发展壮大自己来进行竞争 那如果是发展壮大自己 好啊 可以啊 你搞科研 我们也搞科研 你搞经济 我们也搞经济 你搞军事技术 我们也可以搞啊 你只要不干这种特别恶心的 后边下黑手的事情 我们各自凭本事竞争 良性竞争啊 没问题 这是我们欢迎的 只要你凭本事赢 别下黑手 但是拜登干的是什么事情 继承了特朗普的很多招数啊 对中国进行各种技术禁运 对华为 对其他的一些设备 开始打击 那这个就不是凭自己本事了 是靠下黑手啊 这属于开挂性质 所以呢 国内这个媒体呢 虽然说是翻译上有点小问题吧 但是阴差阳错事歪打正着 我觉得应该是点出了 拜登没有说出来的那些心声 那些心理话 或者说 即使他不说 我们也是看破了 还说破了 原来不是说吗 看破不说破 对不起 我们今天干脆说破了得了 不过呢 拜登的话也许有硬的道理 他说他的任期之内 美国不会被中国超越 也说明拜登的口气不够硬啊 什么叫任期之内啊 换句话讲 他不敢说 美国永远不会被超越 就说我任期之内 把时间范围大幅度缩短了 因为中美两国面临的问题 很多人看得很清楚 中国确确实实缺少了 相关的技术 一些基础理论 相关的一些个研究经验 但是美国缺的问题 可能更严重了 美国现在缺少的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你看现在拜登整天要对付什么人呢 各种各样那种社会倾向的媒体 今天来一个什么种族的问题 明天来一个肤色问题 后天来一个性别问题 再往后来什么女权问题 各种各样的政治理念 各种这样的势力 他都要去照顾 都要去平均 他有多少时间 多少精力 能把美国的经济发展起来 如果经济发展不起来 你后边的所有的这种竞争 又何以为继呢 光靠印美元吗 所以美国现在的这种不健康的社会 反而是美国未来竞争中的 巨大成本和阻力 所以呢 很多人认为 美国被超越 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 只不过这个时间 是不是落在了拜登的任期 如果要判断拜登任期之内 美国还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领先 那恐怕就要看看拜登的任期 是有多长了 是任两届 还是一届 还是别的什么时间长度 现在我们看到 白宫啊 他的说明上已经不管政府 叫拜登政府了 叫拜登哈里斯政府 那么中国网友称 这是美国进入到了同志年代了 那么在同志年代 他能够持续多久 我们用普京的话来说吧 祝他身体健康 好 关于美国是不是真的 不允许中国超越美国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我们下期再说 哈银 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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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 沙 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